哈囉大家好我是舉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風水背後的真相 風水這兩個字呢 源自於古中國 因為古人認為構成世界的三大要素 就是土地、空氣還有水 其中又以空氣和水的比例最重 所以他們就把這種 和人類息息相關的學問 稱為風水學 而最早的風水師 他們的工作非常的單純 就是負責幫大家找適合居住的地方就好 舉個例子來說 古時候沒有水和桶這種鬼東西 而生活中又離不開水 舉凡洗衣服、洗澡、洗右手都會用得到 所以古人一定是沿著河邊來生活 而風水師其實就是負責去判定 這一代的水域會不會很容易 發生暴漲或是乾旱之類的 周圍的山有沒有山風的可能 會不會有地震、龍捲風、雪災等危害 年降以量大約是多少 土質適不適合耕種 還有太陽的變化對當地的影響等等 所以站在現代的角度來看 古代的風水師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氣象學家、地質學家、生物學家、環境學家 還有天文學家的綜合體 講簡單一點就是台灣的劉寶傑 那西平你怎麼看呢 古代除了平民會請風水師之外 官員和朝廷當然也不例外 畢竟皇帝這條龍當然要住在龍穴上 所以你會發現中國歷代的首都 包含唐朝的長安 也就是現在的陝西省西安市 宋朝的汴梁 也就是現在的河南省開豐市 還有元明清三朝都曾定都過的北京 這幾個地方在中國歷史上 發生大型天災的比例都略低一些 風水師本來是很庶民的職業 因為每個人都有地方住 但是到了唐朝的時候 不知道是哪個王八蛋皇帝 覺得應該負責找龍穴的風水師 怎麼可以為平民來服務 所以將看風水變成朝廷的專利 講難聽一點就是怕平民也住在龍穴上 有一天會造反 與當今皇帝搞個謀朝篡位之類的 從此以後風水師的地位就變高了 成為朝廷御用的風水大師 其實在古代也沒什麼 但是人性永遠離不開貪婪這兩個字 以前風水師是為民服務 這邊售個幾百塊那邊售個幾百塊 每個月勉強過日子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皇帝開金口要看風水 都是幾十萬幾百萬的大傻幣 那些風水師當然要想辦法 讓皇帝有物超所值的感覺 如果只是單純選擇居住的地方 那風水師的價值很快就會沒有了 總不能叫皇帝每半年就遷都一次吧 於是這一行就開始衍生出了 所謂的室內風水學 反正只要皇帝肯花錢 這些鬼點子永遠都不嫌多 比如說什麼財庫在北方啊 擺個什麼東西就可以國運昌隆 搞個止水晶搞個室內噴泉 就可以國泰民安之類的就好 至於有沒有用呢 我只能說心理作用成分比較高 換個方式說好了 如果光憑一個風水就有用的話 那怎麼還會有改朝換代 甚至是被外族給推翻的情況發生呢 一個國家能不能風調雨順 最主要當然是靠一個君主 會不會治理會不會用人 至於風水到了近現代後就更扯了 原本應該是很科學的東西 道教竟然把它跟九天學年一個扯在一起 還直接把它歸類在中國武術之一 不是那個中國武術 而是仙衣命補像武術裡的那個像素 房間說的像帝術和像宅術其實就是風水學 只是古代的風水就是當代科學 而現在的風水還多加了商業成分 所以對風水這種東西我不會全盤否認 因為確實是有古人的智慧在裡面 就像農民力的24節氣在地球毀滅前都還堪用 大家要明白風水學早已成熟 也就是大概明末清初的時候 當時連膠質溜電都還沒發明 全中國最高的房子也就兩層樓 除非你是猴子住在樹上 所以現在的風水是也很可憐 因為它必須要把古代沒有的元素 硬加進去現代風水裡面 比如說像電線桿、高壓電塔、摩天大樓、基地台、水塔、電梯等 而且現在大樓林立加上每間房子幾乎都有裝潢 所以他們還要對室內設計、建築學、高樓結構學有所涉獵 那不然還會被同行嘲笑不夠專業 那其實風水不是不能相信 尤其是所謂的科學風水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存在 但是我也認為這些現代風水有點太過商業化了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你完全沒有接觸過風水 想請個風水師到家裡來看看 幫忙改運發大財之類的 當今天風水師拿著樓盤在你家 逛完一圈掐子一算後 十個裡面大概會有九個跟你說 你小孩子是不是常生病? 你們夫妻是不是常吵架? 不過我都覺得 那你不如乾脆問我 你早上起床有沒有睜開眼睛好了 我請教一下 哪一個小孩子不常生病? 哪一對夫妻不吵架? 這種廢話式的提問在心理學上來說 目的就是要增加你的信任感 你第一步中招後 接下來他講的話你就會更相信 才可以慢慢的跟你推銷其他產品 比如說他開關過的水晶、寶石等 或是你家裡要改裝潢 而他剛好有認識的廠商可以配合 那不然怎麼抽佣金之類的 這就是人性 但是好戲在後頭 因為最人性的地方 要等到你請第二位風水大師來看的時候 你才會完全明白 因為你家裡有沒有請人看過風水 有經驗的風水師一眼就知道 所以當他知道他不是第一位的時候 作戰策略就要更改 因為一般來說屋主會另請高人 通常就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前任風水師看得不好 那不然你們怎麼會找我 而不是回頭找他 第二你們無法聯絡到前任風水師 有可能他掛點失蹤或是生意太好太忙 那不然也輪不到我 所以這時候就不能再用同一招 而是要改口詢問屋主 請問一下這是哪位大師的傑作 這樣問的目的 其實只是想要知道對方的輩分 是比自己高還是比自己低 如果對方是學長 那麼就要留點口德 他就會跟屋主說 您家裡的擺設大致上是沒問題 但是今年是庚子年 這個天域五行是屬土 所以這塊水晶應該要面向西方才對 這樣家裡才會旺 反正就是借機移動一些東西 讓你覺得他有在做事 這樣你才會心甘情願包紅包給他 如果前任風水師備份比較低 那就好玩了 因為他可以說對方的歷練不夠 排法不夠專業之類的 到最後這邊也改 那邊也要改 又要多買一些東西 反正就是口袋賺飽飽就對了 這就是風水師賺錢的方法 當然並不是每個風水師都沒有良心 只是為了賺錢而賺錢 有良心的當然也是有 坦白說 有些人家裡的格局確實是蠻糟的 比如說床的位置在大樑底下 臥房的隔壁就是電梯井或是車道口之類的 就算你不懂風水 你也知道長期下來會睡不安穩 但如果你真的白癡到 連一些基本的室內外格局都毫無概念的話 不妨也可以請個風水師來家裡 聽聽他們的建議 畢竟風水師對於這方面的知識 還是比一般人要來的專業 但是請務必只相信有科學根據的風水就好 其他的東西你要自己學會去獨立思考 最後我想告訴大家 單純就住宅這一塊來說 有一種東西我認為比風水還要更重要 那就是好的鄰居 這次的課程就到這邊了 我是橘偶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偶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 見